請問這是南正子ición道府衛的前述意見 請說明 謝謝 我是 還有我 最後一個 因為剛剛我要進來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說 前一案還在第一案 他們告訴我還沒有第二案 所以我就現在來進來 說明一下 各位手上 組成意見裡面只有五個承寧意見 那因為昨天林氏又加了兩件曾經一件 其中是包含這位江林氏他所提的就曾經一件 他也要求來練習 其實可以讓他有發言的機會 我可不可以先做一個奇怪話 再看 我是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 是畫質廣告 那我剛剛去南風波讓我攝影 但是在灣寶的時候 我就在這邊做過攝影 而且當時是做直播 灣寶的鄉親都在下面大理堂 在看這個是怎麼樣福利 那是我的直播 讓他們大家在下面安安靜止的看 這個整個會議進行的當中是怎麼樣的 他們才沒有在街頭 在你們的外面在那裡塗上 那那些都是老人 那當時就有讓我在這裡面 用你們的網路來做這個直播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其他的案子 那也沒有這麼多人 但是呢他們也讓我做露營 也讓我做露營 所以我只恨請大家 就是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我在五年前參加了這個公共議題的記者 我強烈的訴求就是 憲政部的一件組 他們名將在市政專業小組上多年前 將管折化分層 商業局的混工員 使得我們市政部的專業小組 都市環庭、樹保 三者一直在那裡開會 一直在打轉 大家互相的虧偽 那現在呢市政府強行 撇過這三個委會 開發地標 已經開始施工造物 商業區 現在呢個別的招標 商業區招標了又流標 原財團也知道市政府的程序不正義 那我的訴求是說 請營建署退回開發強募案 並要求市政府以6.5公斤整體來開發 下一段 請專家學者用良資來保留這塊綠地 廣次這樣的大數據哪裡去找 真貴、太真貴 請大家保護它 大安市民公園請日本的專家來把脈 讓大數長高 我們廣次的大數自然天成 台東池上的精神武術 掉著全台灣愛術者的心 在場的專家所學者 請不要成為台北市最後一塊 真貴、綠地的筷子 下一張 下一張 不好意思 快點 謝謝 這個就是我照的照片 你們可以看到樹木是這麼的濃密 但是現在有一張 再下一張 你看 那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廣次 OK 再下一張 這就是它在中間開了一條大路 那這條大路就是拜這個營建署 你們當初把這個畫成一條路 這條路就是因為你們的規劃做的 再來 那我的願景是 我不同意分開來 分割開花 不同意有商業區 要保留這個完整的綠地 做一個特設的建築的一個社府公園 像新北投的圖主館一樣 要保持大片的綠地 下一張 那不光 執國外院對我 是有很深刻的記憶的 四十年前我就到這 到當時是綠溜溜的水田 三十年前他們要蓋大明寺 結果發生出逝流 十年前最盛的時候 跟日本那社府結帝這個姐妹 結果熄燈了 再下來 再下一張 那他的開發行政程序是違法的 在還沒有開環評說明會的時候 已經動工拆除了廣之國外院 那這個我已經去跟他們做這個訴訟 第二 他片面解約了以後 把這六點五開發 分割來開發 不需要經過環評 再來 那博德的公司每次開會都來 剛剛我也聽到他們在說 再來 下一張 我希望內政部龍頭規劃 建立一個典範 多年前 內政部對廣時的規劃 就是這樣分成四個區塊 沒有任何的環評老宿都省的一個考量 那經過BO7廠商的努力 都不能讓三個專業小組 通過現在廣時的開發又回到了貴單位 那做這個開發強固規定的審議 就是更上一層樓 多次的開會 我們社區的居民都要求這個綠地公園要開發 請整體來開發 不要硬生生的切成三塊 要有生態景觀 請專家學者重新思考 要有宏觀的遠見 應該沒有 還有嗎 還有我剛剛講 一開始就講 希望大家尊重新聞自由 這個是在憲法裡面 事憲案裡面有說 公民記者跟記者有同樣的新聞採訪的自由 請不要要求我們拿出記者證 因為我們是自己做主 請看 我們是公民記者 我們沒有記者證 謝謝各位 謝謝 郭校友 有關新聞媒體的同仁要不要對我意思的程序做個說明 對 為了剛才補充說明一下 藝德上我們對新聞媒體記者是採取 任何讓他進來全程 直到委員進行施事討論之前 我們就大理行 那一般我們在處理有關面積的部分 我們是要求他請出示 他們的新聞都會存 出去的新聞證 我們讓他進來 那剛才這兩位 他自稱沒有公民記者 都會問我們請他出示記者的 他並沒有出示記者 所以我們才會請他 他將記者的相關記憶放下來 然後記憶可是他又拒絕 來 上到 那我想 我想我們把我們第四的相關記憶也跟您做個說明 那五位已經有陳述意見了 各位委員 對於民眾陳述意見的部分 有沒有要詢問的事項 如果各位委員對民眾陳述意見 沒有要詢問事項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陳述意見的民眾就可以一起退席 我想請問 現在市政府要答覆 民眾為什麼不可以聽 這個很奇怪 沒有秘密嘛 我們也不扰亂 我們也不發言 我們就是聽啊 為什麼不可以聽 這個很奇怪啊 為了大家再不錯說明一下 我們定有那個 政府都市就要我們會 非常地注意事項 那規定的部分就是 呃 陳述意見的部分 我們請他來列舉說明 等到委員進行事實討論 就像現在 委員要交叉 他要巡結 有相關的一個問題的一個討論之前 我們請 公明或團體陳述意見的部分 先請您提 這一點 這一點我們要讚美台北市政府 非常地開明耶 台北市政府都可以讓我們聽耶 各委員會 什麼環保 什麼都審 什麼都可以聽 都可以聽 素保都可以聽 台北市政府 新聞自由多麼好 內政部怎麼不可以 奇怪 你們是要秘密說什麼嗎 我們也不會講話啊 我們只是聽啊 看市政府怎麼答覆啊 你們有 你不要跟我說議程有什麼規定 那我如果跟你講說議程有什麼規定 那這不合理的規定 你要叫我們硬吞下去嗎 這個部分我們行志永年 並不是針對你們 行志永年不代表是對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列入參考 那我們今天的規定是規定的 還是請你們在討論之前 請我們來聯繫 你列入參考就變成是以後啊 所有事情要一個開始 請主席才示一下 主席你想想看喔 不好意思啊 台北市都可以聽 不過我了解 因為我們內政部對於相關的會議 我們有擬定了我們的 異常的管理的秩序的一個行政規則 那這個行政規則也是兼莫委員會 可以確認過的 那您這邊有相關的意見的話 我會請我們同仁來入供以後的參考 那是不是麻煩你們這邊 還是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定來辦 請問你 你認為市政府他們沒有議事規則嗎 他們沒有這條嗎 環保署他們沒有這條嗎 有欸 我當時在當場都有這條欸 但是我們就是靠著我們公民 公民的參與的一個熱誠 我們去衝撞這個不合理的程序 因為這個程序照理說 你如果要來限制公民的行為的話 它必須是一個法律 在台北市的環評委員會有一個環評委員 他是一個教授 他就說欸 居民來都來了 居民坐車坐那麼遠 為什麼不讓居民聽一聽 這就是環評委員第一次提出來 這個部委員大家再補充說明一下 你們的意見我們都會參考 我們會來做一個修正的意見 那今天我們規定的部份 還是先請你的部份 先請離席 那會後歡迎 假如你要任何人去問今天的審議結果 歡迎來找我們部份 待會我們會替你們來 我們這一輩子只有一次廣辭案 我們不會有下去的案子 請同仁協助一下 請他們先請離席 我們後會後 會將審議結果 事實來告訴你們這些 關心的一些民眾好不好 謝謝 那是不是那個 請問民眾同仁 請他們先請離席 謝謝好不好 這個還是一個程序法 不好意思 科長 這是一個程序法 程序法在法律的位階上 不是來限制民眾的 OK 不好意思 你這個是 因為我已經碰過太多次了 這種事情我已經碰過太多次了 不要這樣子 OK 這個事情我已經碰過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來來過來過來 這個事情 我不是碰到第一次 在新聞局 在我的新聞網站都有看到 在新聞局也是這個樣子 在台北市政府也是這樣 但是你看 現在我們全部都可以 這個小姐 不不 你不能碰我 你不能碰我 我現在是在跟主席講話 請你 不好意思 我主席 剛剛我已經請同仁說過 相關的規定 那 抱歉是不是也麻煩 您可以配合我們同仁剛剛的說明 跟程序 那有相關意見的話 我們會在我們日後見頭 相關作業規定的話 來談得好 謝謝 主席你可以問一下委員 看委員的意見 他們認為我們民眾可不可以參與 因為在很多 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已經是這樣 他們也是原來有這個程序法的 在環保署也是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那個部的這個會議的話 也不是今天做一個案子 這個規則的話 是已經都定下來 還是麻煩您可以配合 謝謝您 好不好意思 謝謝好不好 已經跟你主席跟著這麼講了 不好意思好不好 請出去 請你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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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協助一下 我剛剛是希望你問一下委員 主席你是做主席 但是你不能代表所有的委員 您只是做個主席龍頭的位子 但是你應該是問一下 我們上次就是問過委員 委員說可以 所以我們就留下來了 你可不可以問一下委員 說我們這樣的要求 是不是不合理 好不好 等一下你等一下 我聽我跟 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定 來進行我們的會議的程序 所以說還是麻煩您 真的謝謝 謝謝 可是那個法律的位階 不到限制人民 那個程序 那是一個程序法 只是內規 請你翻一下法律 OK 你可以請法務部的人解釋一下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能贊助我們的合法性 我們才能在市政府 做這樣的攝影的事情 而且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錄影 你可以上我的網站去看 每一個委員說些什麼 主席說什麼 怎麼樣做結論 我們都是在網站上的 請內政部不要用一個 不合法的程序來規範人民 可不可以問一下委員 好不好 我請求您 謝謝 那請您離席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主席你沒有做一個好的 請做成決定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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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謝謝 內政部 比一個台北人 市政府 都不如 這個主席 你實在是 沒有民主素養 太爛了